入行40年 真的很快 我记得你当初说 郭峰,我今年入行40年 那有没有什么概念呢? 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 40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可以是18加22 用一些形容词 你怎么形容这40年? The Fabulous Forty 其实是关于这个奇妙旅程 这40年对我来说 总括整件事我都是 是一个很大的得着 是我的人生 是我的前半生 亦希望可以继续是我的后半生 我的很大部分是我的我 而我是感恩、开心 可能你也要解释一下 吸亲爱的亲爱 其实你的意思 想表达的信息是? 其实这首歌 最初我们开会 我们就想和歌迷说个Hello 比较圆一些 比较佛学一些 离开是因为我们会再重遇 其实是想和歌迷说 之前我们告别了 那么久没有见 为了我们现在再见 有很多时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很珍惜大家的关系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想起大家应该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声 Hello 你怎么样 不如我们出来吃一顿饭 朋友也是这样 家人也是这样 好 40周年 有这首歌出现 然后你明年就会有演唱会 就是我们40周年是一个奇妙旅程 那我们派对 不是说 癫了派对 我们不会整个围绕着 是一件很怀旧的事 我们就用花来比较 为什么 是一个花的过程 是 花开、花落、花借 然后再花开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大家不需要相感的 其实应该是等待着生命又再出现 对了 每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我这40年 有经过就是它在生命的时候 是 开花的时候 有它丢借的时候 是 然后我们再期待它再开花的时候 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 你有什么话 要跟你最亲爱的去说的呢 那个亲爱的可以是很多的 可以是家人 可以是你的粉丝 可以是你曾经在人生当中 帮助过你的人 非常感激 非常感谢 你给了一个机会给我 陪伴过你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过你们 或者有没有 给过那些什么 令到你是深刻的东西 给过你们 但是我要很多谢 你给了这样的机会给我 也很多谢 有这样的机会 是认识了你们 人生无悔 我有点 RF 跟着 要命 等啊 你的 chair 可以帮助过你 因为你 要去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